大家好我是老高 咱们今天来讲鸦片 我觉得大家对于鸦片这个东西 最多的了解可能就是鸦片战争 还有就是一些历史剧里经常会看到 就是清朝人抽大烟 那个大烟就是鸦片 所以鸦片是一种毒害人类非常严重的东西 那么这个东西究竟从哪来的 今天我们就讲讲鸦片的历史 其实鸦片是来自于大自然的 它是从一种植物里体验出来的 这个植物就叫樱塑 樱塑的这个果实的部分 分泌一种白色的枝叶 把这个白色的枝叶晾干了 就是鸦片 其实鸦片在人类社会里出现的非常非常的多 最早可以追溯到6500年前的苏美文明 它们在泥板上就有记载鸦片 是吗 怎么说的 S这么说的 就是苏美人发现了一种植物 这种植物具有去除痛苦的魔力 苏美人就把这种草摘回来之后 干燥保存 如果有人受伤了 就用这种草为人解除痛苦 苏美人管英素叫Gearful 什么意思呢 就是带来幸福的果实 这个是阿努纳奇的雕像 它手里拿着就是英素 就神手里都是英证的东西 但是后来苏美人 是否有大量种植这个东西 是否有大量的使用这个东西 就不太知道 那么大概过了不到1000年吧 苏美文明呢 被亚树王朝和巴比伦王朝所取代了 在亚树王朝的这个泥板上 也有记载因素 而且呢把它名字改了 叫做阿拉帕帕 这是PayPal的一种 对对对 阿拉帕帕 那么在苏美文明同时期的 地中海的出土文物中 也出现了一个人偶 应该是一个女神 这个女神头上 她这个王冠上 就是英素 那么既然出现在王冠上 就说明啊 古代人觉得这个东西 是一种神药神仇 很神圣的东西 那么在3000年前呢 河马史中也有记载鸦片 据说在特勒伊战争中 就古希腊人就把那个鸦片 放在红酒里 溶解了之后呢 给受伤了吃冰喝 就可以缓解他们的疼痛 那么到这儿为止呢 都没有特别提到鸦片的毒性的问题 第一次提到鸦片毒性的问题呢 是在公元前不到100年左右的时候 古希腊有个医生 叫阿斯可莱皮亚德斯 这个人在他的书里边提到了 鸦片有可能引起精神错乱 后来过了很多年 到了公元900年左右 也就是大概1000多年前 一个医学上的进步 让鸦片呢 开始变得流行 就是在那个时候开始出现了手术 那么要做手术的话 就需要找到一种震通的药物 当时尝试了很多种东西 比如说酒精 比如说催眠 各种事情都尝试了 发现鸦片的作用是最好的 于是呢 从那个时候开始大量种植鸦片 不过呢 也正因为手术中开始使用鸦片了 鸦片的问题点也渐渐体现出来 当时发现这个东西 最大的一个问题呢 就是在长期不断的摄取当中呢 它就会成瘾 成瘾之后 如果突然终止使用的话 就引发戒断反应 就是焦虑啊 失眠啊 严重了 会出现身体的抽搐啊 而且如果一次摄取太多量的话 会导致人的死亡 就说明它是有毒的 但即使知道这个东西有毒啊 人们也没有停止使用这个东西 因为它的医药价值太高了 就是相对于它的这些弱点 它的好处是很明显的 其实在那个时候啊 医学水平不是很发达 几乎所有的药都有三分毒的 所以鸦片的毒性 在当时来看不算什么 所以呢 鸦片也就被普遍的接受了啊 后来呢 人们发现呢 鸦片还有一些其他的作用 比如说能够促进睡眠 就很多睡不着觉的人 或者头痛的人啊 他们就要服用一点鸦片之后呢 就睡得很好 还有呢就是 它的果实可以吃嘛 有人就把它做成点心 吃了之后呢 发现这个东西可以安神请导 所以在一千年前的时候吧 鸦片是像红酒一样普遍的东西 其实酒精和鸦片 在效果上是非常类似的 酒精也有麻醉效果 也可以在医药上使用 酒精也能成瘾 喝多了也死人 这么鸦片是一样的 所以当时的人就觉得 鸦片可能和酒精是差不多的东西 我可以喝酒 为什么不能吃鸦片 后来到中世纪的时候 人们甚至发现 把酒精和鸦片掺在一起 效果可能更好一点 能够减少鸦片的毒性 因为本身酒精和鸦片的效果 是比较类似的 所以用酒精把鸦片吸湿了之后 相应的它这个毒性就会减少 于是呢 人们开始把鸦片和葡萄酒 白兰蒂掺在一起 形成一些阵痛药物 这个药呢叫做 在当时是非常受欢迎 就像当年的可口可乐一样 后来到16世纪末期的时候呢 中国出了《本草钢木》 里面也有几载鸦片 叫做阿芙蓉 《本草钢木》里说 这种药是来自于天方国的 天方国 天方国呢就是阿拉伯 天方夜谭 阿拉伯的故事嘛 是吧 一千零一夜嘛 而且《本草钢木》中还提到说 有一味神药 叫万能药 叫伊利金丹 这个药呢 它主要成分就是阿芙蓉 说能够治疗百病的 这叫阿芙蓉还叫阿芙蓉 应该是叫阿芙蓉的 因为这个名字是从阿拉伯语来的 阿拉伯语管阿芙蓉叫阿芙蓉 所以应该是阿拉伯 中国古代有个诗人叫张布端 写了一首诗里面就提到说 伊利金丹吞入腹 使之我命由我不由天 从这来的 应该是从这来的吧 是这个金丹吗 可能是吧 或者这个药名从这来 也有可能 以前人到处在寻找这种 长生不老药呢 都叫金丹 后来过两百年左右 到了十八世纪的时候 发生了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英国开始流行喝茶 人家说贵族他们都喝茶 但是英国本身 茶的产量是比较小的 后来他们发现了 中国的茶真的是太好 深受英国贵族的血 他们就从中国大量进口茶叶 当时中国是清朝 那么英国要进口茶叶 就需要向中国付钱 但是当时并不流行付钱 就是你把银棒给我清炒 我没什么用 所以你最好用东西跟我换 而英国又没什么东西跟中国换 所以就付银子 就是重金属 用重金属来换茶叶 但是换了换茶 英国发现这个事不对 重金属就那些 而茶叶每年都涨 都不合适 但是英国贵族 他就需要这个东西 他想要 这怎么办呢 突然间他发现了 就是离中国很近 他有个殖民地叫印度 这个印度生产鸦片 在当时的概念 鸦片是如药材 于是英国就想了一段 就说让中国把茶叶给他 然后让印度把鸦片给中国 然后他给印度棉布 印度缺棉产品 没有棉 形成三角贸易 而且这个三角贸易 好在什么地方 交换的东西全是浓足 英国的钱就不会流失了 那么这个三角贸易 开始之后呢 就大量的鸦片 开始涌入清朝了 一开始交易量是比较小的 对清朝也没什么影响 但是交易量越来越大之后呢 就发生问题了 就是输入清朝的鸦片呢 已经远远超出了医药 所能使用的范畴了 而且呢 原先引进的时候 主要都是达官贵人 有时候作为一种享乐 抽口大烟的 结果进来太多了 大烟的价钱就下降了 老百姓呢也买得起了 所以很多老百姓 都开始抽大烟 这个输入量究竟有多大啊 在1720年的时候 就刚刚开始 从印度进口鸦片的时候呢 一年它进口15吨 过了120年 到了鸦片战争开始之前 中国从印度进口鸦片量 达到2500多吨 翻了170倍 据说在1840年附近的时候 中国每四个人就有一个人 有这个鸦片中毒的现象 就是上毒 所以清政府觉得这样不行了 于是决定禁严 但是这个东西不是说禁就能禁的啊 尤其啊 就是有很多高级官员 朝廷里的人啊 他都抽习惯了啊 所以他就秘密的 从英国的商人手里买这个东西 所以英国也没觉得怎样 后来朝廷就觉得 这也不行 我们必须彻底禁严 就命令钦差大臣林泽许 到广东去把英国商人手里的鸦片 全都收了 然后在虎门那个地方给烧了 事成虎门硝烟 虎门硝烟当时总共销毁了 1000多吨的鸦片 烧了20几天 结果呢 因为这个事情英国怒了 我们这个三角贸易做得好好的 你突然说不做就不做了 这不断我财路吗 而且呢 当时的英国和现在的英国是不一样的 当时叫大英帝国 在世界各地都有殖民地的 它扩张了几个世纪 所以在1840年的时候 英国就派了舰队 向清朝发起来第一次鸦片战争 鸦片战争是我们这边的说法 在英国它不叫鸦片战争 叫中英战争 他们有时候是因为少人引起的 其实可能说的也很少 不过鸦片战争是公认的 完全英方非正义的这么一场战争 而且是以毒品为油引发的战争 那么英国当时吧 是刚刚经历第一次工业革命 所以他们有争气的轮船 装备要比清朝当时好很多 最终呢 清朝战败 不仅没有能够禁止鸦片的进口 反而要扩大进口量 其实就是一种强买强卖的行为了 当然因为鸦片遭殃了 也不仅仅是清朝了 当时美国也挺严重 为什么呢 就是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不久 1848年的时候 美国的加州发现了金矿 引发了淘金潮 全世界各地的人 都是要加州去淘金 其中就有很多从清朝来 这些人去的时候呢 都是就揣着鸦片 结果不长时间 美国人也都开始抽大烟 而且不光是美国人 因为我说的 世界各地的人都去嘛 这些人有些淘而见的 有些没淘而见的 反正都回到自己故乡 也就把鸦片带过去 结果鸦片 世界范围也有性格的 问你个问题啊 咱们现在出国了 要有签证 要有护照的 那个时候需不需要 需要吗 有通关文书 果然厉害啊 其实在那个时候 已经有护照了 护照在中世纪的时候 就已经有了 那么鸦片的世界范围 开始流行之后啊 就很多人开始 想要研究说 如何能够去除鸦片里面 这种危害成分 就想做出一种 不让人上瘾 也没有毒性的 只有麻醉效果的 这么一种东西 那么最先考虑的方法呢 就是从鸦片中 将麻醉的成分 单独提炼出来 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 就当初认为啊 鸦片这个东西 因为从自然界来的 既然从自然界来的话 就说明它是一种混合物 里边肯定混了 各种各样的物质 他们认为 里边有一样东西 是负责麻醉了 有另一样东西 负责让人上瘾的 还有一样东西 是有毒的 我们只把这个麻醉 都给你提出来的话 岂不就无敌了 结果还真就成功了 在1803年的时候 德国有一个钥匙啊 叫瑟图纳 成功地从鸦片里 提出一种 具有强烈阵痛 麻醉作用的物质 将其命名为麻菲 麻菲这个名字 他认为麻菲就是 鸦片当中 纯粹用来麻醉和阵痛的部分 所以他认为 这个东西是没有毒性的 而且经过实验证明 麻菲的阵痛效果 是鸦片的6倍以上 可以少量的 短时间内迅速起效 现在这麻菲 也主要用来 抑制心肌梗塞的这种剧痛 因为它起效快 你麻药起效太慢也不行 你都疼劲过的话 就没有用了 所以当时人们觉得 麻菲是个世纪大发现 不过很快 这个瑟图纳发现 麻菲和鸦片一样 会有成因反应 一样有毒性 而且更严重 所以他立刻发了一篇论文 警示示 说我可能发现了一个 不该发现的东西 发现了一个恶魔 大家一定不要使用麻菲 但他这篇论文 却没有引起反响 就是大家完全不在乎 于是在1827年 德国的默克制药公司 开始大量生产和贩售麻菲 默克制药公司 现在也是世界上 最大的制药公司 不过它现在属于美国 在当时是德国的 在19世纪末的时候 被美国买来的 那么从那之后 医院就在手术中 开始大量使用麻菲 而且发现麻菲 可以缓解酒精医存的症状 就是给酒精医存的人 用了麻菲之后 他们好像对酒 没什么兴趣了 后来才知道 他们只是把兴趣 转向了麻菲而已 变成麻菲医存 其实那个时候 麻醉都是喝的 不是注射的 因为那个时候 还没有针管针头 后来苏格兰有一个医生 他认为麻菲之所以成因 就是因为它是喝的 它像酒嘛 所以嘴就想要喝这个东西 它只要不喝 是不是就好一点了 于是他就发明了 针管和针头 注射了 嘴就不会想喝 结果注射了之后 问题更严重 发现了恶魔 对 所以我们现在的注射器 是为麻菲而生的 大家有可能看出来 这些医生 还有钥匙 他们不断地努力 也都在向相反的方向发展 是吧 他们起初的目的 都是为了防止 鸦片的副作用 结果把鸦片提纯变成了 马菲 后来又为了减少 马菲的副作用 发明了针管 当然了 医学的进步也没就此而止 更多的医生开始研究 马菲想要去除其中的副作用 于是又有人提出了个想法 就是说 如果把马菲 经过一种化学反应 变成另一种物质 而这个物质 只有麻醉作用 没有副作用 可不可能呢 1874年的时候 英国圣玛丽医院的 一个化学家 叫韦特 他就用马菲 合成了一种物质 结果证实 他比马菲的作用 还有强5倍 就是当初鸦片了30倍 但是副作用没有去 他用动物做了实验 他说给狗 还有兔子吃了这个东西之后 狗一开始就变得特别的兴奋 但是很快就开始流口水 然后倒在地上 就快要死掉 他就觉得这个东西 毒性变更大了 不行 他就把这个东西销毁了 然后发了一篇论文 说我合成了这么个东西之后 发现这是一个失败 只次增强了它的作用 却没有消掉它的副作用 结果这篇论文在20年后 被德国的另一家制药公司 叫贝尔制药公司发现了 这个贝尔制药公司觉得 这个东西竟然有 马菲的5倍的效果 那么使用量 就应该可以降到五分之一 如果使用量减小的话 副作用案例来说会减小 他们是这个理论了 这个制药公司 马上就按照论文 合成了这种东西 然后找了几个人 来做了些临床实验 就找了几个人 实验的时间 也只有一个月左右 说好像没有什么明显的成因反应 他们觉得这个东西 应该就可以替代马菲 成为一种完美的马醉妖物 将其取名为海洛因 开始翻试我 宣传语也写的是 没有副作用的马菲 这个海洛因 意思来自于德语 意思是英雄 说服用了这个东西 感觉就像英雄一样 就觉得自己很厉害 当初贝尔公司 发售海洛因的时候 是以止壳塘浆的形式发售 那么由于一开始 这个止壳塘浆里边 含有了海洛因也非常的少 所以确实在短时间内 没有人出现什么成因反应 但时间长了之后 就大量的人出现了成因反应 仅仅20年的时间里面 纽约市就这一个市 就出现了至少20万的海洛因中毒者 而且当时绝大多数的马菲中毒者 都变成了海洛因中毒者 那么后来 这个海洛因就被称作叫做毒品之王 它是目前已知最毒 依赖性最高的一种毒品 其实他们怎么发现这个成因反应 你知道吗 就是如果这种制药公司 卖的阵痛药 哪一种阵痛药 在哪一年开始突然间爆卖 他们就说 糟了 这本身出现成因反应 那么医学家为什么在阵痛药这个地方 做出这么大的努力呢 阵痛药真的这么重要吗 其实大家都生活在幸福的年代 没有感觉 在古代的时候 医学不是很进步的时候 想要去除痛苦这种欲望 是非常强烈的 而且从鸦片斩中之后 世界大战基本上就没停过 每次世界大战都需要大量的这种阵痛药 还有就是另一种形式 就是麻醉药能够减少士兵对战争的恐惧 像二战的时候 日本飞行员他们在上飞机之前 都要吸食鸦片 要不没人敢上去 所以只要有战争 这个毒品就会翻来 但是在现在 不管是鸦片还是任何一种阵痛药物 麻醉药物都是由国家严格管控 所有医疗目的以外的使用都是被严格禁止 是违法的 不过现在仍然有很多国家 毒品问题非常严重 世界上毒品问题最为严重的发达国家 就是美国 美国每年因为毒品死亡的人数 在不断的增加 最新的统计结果 平均每天因为毒品死亡达到200人 一年将近10万人 那么这么有害理的东西 是否能够彻底清除呢 其实彻底管控是有可能的 但彻底清除是没有可能的 就是因为它仍然是不可替代的一种麻醉剂 在手术上 尤其是现在这种癌症治疗上是非常重要的 其实现在发现了 纯粹用来镇痛的时候 麻醉药物是不太容易成瘾的 最可怕的是你在没有痛苦的时候 使用麻醉药物是非常容易成瘾的 有痛苦的时候使用 就是在有痛苦的时候 它去抑制这种痛苦的话 形成这种奖励回路的可能性是比较小的 但是如果你没有痛苦 它就真的出现奖励回路了 就成瘾了 那么除了这种镇痛药物之外 几千年来人们也在寻找其他的镇痛的方法 比如说神经压迫 不是我胳膊疼啊 我就压着这个神经让它麻了 它不就不疼了吗 这种方法也是有的 但是起效比较慢 而且呢 有一些部位是没有办法实施的 还有呢就是电击 你做手术的时候呢 你只要清醒了 马上一个电流让你昏过去 然后呢 你就可以继续做手术了 就是不断地急晕 这个电流是由自己控制的 就是自己感觉到疼 你一拨一下就晕了 大夫不是去看说啊 你行不行不看 你自己控制 这个在上世纪70年代的时候 实验过一段时间 但是大部分患者还是选用麻药了 最终这个也就放弃了 而且这种基因也不是绝对安全的嘛 绝对不安全的 绝对不安全的 那么我刚才说了 就是在痛苦的情况下 使用麻药呢 其实相对来说 成瘾的可能性是比较小的 但是并不代表它没有成瘾的可能性 还有一就是 成瘾的可能性虽然减小了 但是副作用仍然存在 就是恶心的啊 头痛啊 然后意识不清醒啊 严重了会出现呕吐啊 痙攣这种情况 仍然是存在的 服用大量的话 仍然会死 还有就是目前你知道 大部分的阵痛剂啊 麻药啊 通常第一次使用 都是不会上瘾的 也正因为它不会立刻上瘾 所以呢 才有更大的危害 什么东西一碰到就死的话 人是绝对不会碰的 就因为很多人 可能第一次碰到这个麻醉剂之后 觉得哎 我怎么没上瘾呢 他就觉得这个东西没有危险 其实它是一种慢性毒药 裂毒的话 什么贺鼎红啊 或者是情话假的话 大家肯定不碰了 但是慢性毒药 你就不知道了 一点点让你死 这种是最可怕的 酒就是慢性的 哎 没错 就从成瘾的角度来说了 就一存性而言了 酒是超过海洛因的 所有就从麻药里边第一名 酒精就做得这么可怕的 那很多人也没有瘾啊 就因为它上瘾慢 你知道吗 一旦上瘾就真的扒不下来 海洛因啊 它其实虽然上瘾性很强啊 但海洛因戒毒成功的人居多 为什么 就是它的断戒反应太强烈 就是一旦停下来了 太难受了 很多人就为了不再体会这种难受 而就彻底戒掉 反倒是酒精啊 很难戒掉 它没有那么强烈的断戒反应 它就是想和 平平地想和难受 它这种难受不是很激烈的话 自己还不觉得 自己还不觉得的话 它就很难戒掉 就这种东西最可怕 所以烟和酒啊 可能比一些麻醉药更可怕一些 感觉戒掉烟的人很多 戒掉酒呢 很少 对 烟的遗存性没有那么高 不喝会怎么样 看挺正常的 睡不着觉 失眠 焦虑 严重的话 可能会神志不清啊 没有办法正常工作了 没有办法正常生活了 退休也不用正常工作了 正好退休了 所以这也就是酒精到现在 都没有成为禁药的原因 它如果真的危害太大的话 马上就列入禁药了 其实它危害的 它危害家人 我估计啊 这个酒精的问题 如果再严重的话 它就会被列入禁药 以后啊 大家就在书本上就学到 哎 以前人居然 谁都能买到酒 都能喝酒 太神奇了 就像我们现在看人家 抽大眼的一样 阿拉伯都不喝 阿拉伯不喝啊 这挺好的 所以毒品之王是海洛伊 一存之王是酒 关于一存症呢 我们以后专门会做影片 给大家讲一下 你知道吗 有一种能治酒精一存 是吗 痛风 爱一喝酒 脚不行 对 就是如果 这种奖励回落不行 不存在的话 它就容易解掉一些 你要解决痛苦了 你还是靠痛苦啊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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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